台中港警一號凌晨在台中港西碼頭 發現到一位自稱是從中國福建來臺 要投奔自由的男子 他公稱是駕駛橡皮艇從福建出發 經過十幾個小時才抵達臺灣 而海巡河港警是立刻把他送往隔離檢疫 目前是沒有發燒等症狀 而對於他的公辭 依然是在調查當中 警方在台中港堤防邊 盤查可疑男子 他自稱姓周 是從中國福建省駕駛橡皮艇 來臺灣投奔自由 一路上都沒有被發現 這也讓現場募集民眾覺得不可思議 林先生表示一號凌晨兩點多 正在台中港西碼頭工作 發現這名周姓男子坐在路邊喊餓 幾個同事拿了食物和衣物給他 沒多久警察巡邏經過 就將周姓男子帶回調查 警方表示33歲的周姓男子公称他帶著食物飲水還有90公升的油 四月三十號白天從福建出發 在海上行駛了十多個小時 在三十號晚間九點多抵達台中港 警方確實在港區內發現該燒橡皮艇 不過像這樣幾乎是暢行無阻偷渡臺灣 也讓不少民眾質疑邊境管理是不是出了問題 還是要把邊境管理好包括疫情的部分包括走私的部分都要管理好 對於周姓男子的公持 警方目前仍在查證中 周姓男子目前暫時被留置在海巡留置所 以規定簡易隔離 目前全案依違反國家安全法及入出國移民法證判中 記者 周姓佩王龍濤 探索報道